文章来源娱乐频道 福岳爱的自我推荐与招亲 5月24日 知名乒乓球运动员福岳爱的一段动态 引起了广大宅男的热议 就连不少女网友都坐不住了 纷纷出来看热闹 据悉福岳爱在动态中首次公开招亲的表示 能够取到她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 福岳爱自我介绍称她不仅能够白天上班赚钱 还会带孩子 另外网上哄孩子睡着之后 她还能够做很多的家事 对于自己的作息时间 福岳爱透露她一般都是晚上一两点才睡觉 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享受生活 她不仅会做饭 而且还会做中餐 日式 阳式 美式 各种美食 叫人感到颇为震惊 看到福岳爱这样的自我介绍 不少人都感到非常动心 可是想一想 福岳爱前夫江洪杰的结局 不少人又打起了退堂鼓 福岳爱虽然优秀 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压得住她 毕竟 福岳爱并不是一般的女子 而是一位女强人 福岳爱的感情经历 资料显示 福岳爱出生于1988年的日本 是日本知名乒乓球运动员 福岳爱三岁开始就打乒乓球了 五岁就获得了日本八岁以下少年锦标赛冠军 十岁转为职业选手 十一岁进入日本国家少年队 可谓是天赋异禀 福岳爱巅峰时期 可谓是少逢敌手 不仅拿过东亚运动会的亚军 女单铜牌 而且还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小的锦标赛选手 福岳爱最好的成绩 是拿到过世界冰拼球比赛亚军还获得过奥运会的第四名 可谓是实力非凡 2018年 福岳爱正式宣布退役 还获得了日本乒乓球协会理事会授予福岳爱特别功劳者表彰 当然了 除了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之外 福岳爱最受欢迎的地方 其实还是她的颜值 因为福岳爱长得非常好看 颜值不输女明星 这让她在圈内拥有非常多的粉丝 而一定要说的是 福岳爱在2017年与中国台湾运动员江洪杰结婚 婚后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谓是家庭美满 然而 可惜的是 这一段婚姻未死了不过四年 他们就宣布离婚了 随后双方就开始了各种扯皮 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展开了争夺 这一闹就闹了三年 直到2024年3月份才奋出胜负 大家达成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 江洪杰与福岳爱之所以离婚 并不是男方提出来的 男方本来还不想离婚 毕竟拥有这么漂亮的妻子 是男人都不舍得放弃 可是奈何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福岳爱多次前往日本 与其他男子出入酒店 让江洪杰感到不可思议 后来 福岳爱与江洪杰离婚后 干脆就直接与那名男子同居了 按道理来说 如今的福岳爱应该是有恋情在身的 他如今 出来发布招心动态 难道是感情生变 不得不说 能够取到福岳爱 的确是非常划算的 毕竟他如此优秀 可是 也需要拥有相应的实力 才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和青睐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上榜的 对此 你怎么看 优优养